今早早大家都看到 經過四次的會議都好 今早早都是不能夠選出主席 這個情況我們是深表關注 亦都是深表遺憾和失望的 因為四個會都不能夠選出主席 這個情況大家都知道是史無前例的 亦都嚴重影響到我們審議的工作 所以一再呼籲議員們能夠心平氣和 大家在一個理性的態度之下做這件事 希望我們能夠盡快展開審議工作 我們覺得有必要在解說工作上 我們更加要積極些 所以我們會全面加強我們的解說工作 我們在資料發放方面也會加強我們 多一點資訊在媒體也好 在政府的渠道也好 發放給市民讓他們多一點了解 我們也會加強溝通工作 當然包括不同的議員 我們都樂意溝通的 政黨樂意溝通的 我理解問題的精結 就是立法會內部程序的爭拗 大家在內部程序方面有不同的意見有分歧 這個程序是立法會的 立法機關裡面的程序問題 行政機關是不適宜也都不應該介入 和干預立法機關的內部程序的操作問題 一定要透過立法會自己去解決 所以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 你說會不會我們繞過 立法會審議的工作 直上大會 這個都是一兩天的 我們聽到這些意見 整件事一定要視乎於 內務委員會 他怎樣處理這件事 因為有內部的程序要走的 然後政府是我們全盤在評估的情況 所以這個階段 這個問題我們不是要處理的問題 發生的問題 從不得到的 感谢观看